歡迎收聽戰友之家錄得節目廣東話快報 美東時間11月11日晚上8點35分 香港時間11月12日早上9點35分 主要內容 喬治亞州州務卿宣布按照法律將重新計票 宣布幕僚長爆料新證據 司法部部長秘密刊內爾約見以下為重點快報 第一 喬治亞州州務卿宣布該州重新計票 用手工方式清點 確認點票數量是否被點票暫虛報 其後再由司法確認選票造假 除此之外的其他作弊州也都需要面臨重新計票 之前被媒體宣布拜登勝選的州份 結果都將會更改 川普更直指賓州和密歇根州 他受督票屬違規 第二 在見完CIA局長之後 密刊內爾約見司法部長巴爾 公開民訊選舉舞弊證據 容易通知掩蓋黑暗的人 並非只有川普要查 而是整個共和黨和司法界都要追查 選舉是否被外國操控 川普在多個州針對選舉的民事訴訟 將轉為刑事訴訟 調查物落清晰 由重新選票到司法認證 到誰用漏洞最後證明外國控制 第三 投票系統內部人員 轉為污點證人 朱利安尼確認來自 多米尼諾投票系統的爆料者 決定挺身而出作證 該系統在全美使用率為37% 被正散改選票3%的數據 該公司是由前幕僚長佩洛西持有 第四Gateway Pundit獨家爆料選舉預見作弊 針對選舉夜進行資料分析 有數百萬計選票被改動 超過50萬將川普選票改為拜登 同時散除280多萬選票 涉及的州份全部都是用多米尼諾投票系統 第五 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指出選舉有舞弊 他在Newsmax受訪指出民主黨在選舉中有非法操作 路德揭示現場投票無法刪改 而郵寄選票容易作弊 民主黨計票站 凋棄川普選票 但拜登選票直接無蹤身有 第六 前聯邦檢察官福林總統 將軍的律師鮑威爾指出中共干涉大選 他受訪福克斯時指多米尼諾系統中有 中國無碼勞動設置 他同時指出多州選舉違法 其他舞弊證據包括 還有A調川普選票 影印的選票已預印選拜登 同一批選票在兩個州以上投票等 證據太多 呼籲美國民眾檢舉 第七 爆料革命家劇中共內鬥 路德轉述 郭文貴爆料 循誠監獄釋放三名重要人物 路德爆料 对中共能一击致命的是污点证人 他透露和美国某部门探讨 如何被中共定罪时 其一是中共内部某高层官员作证即可 而川普的儿子转发朱利安尼的推文时 引用了郭文贵的名言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详细内容请看路德YouTube频道